我简单一点来说明到我们在美国的状况 我现在不要花很多时间因为时间有限 可是我欢迎大家若是有兴趣 我们聚会结束之后留下 我有一些照片大概十分钟给你们一个清楚的报告 我们在美国的状况如何 你若没有兴趣没关系不用留下 就是不要让人很无聊 听我很多个人私下的一些事情 可是你若有兴趣看到我们在美国的家怎么样 你可以留下来听 就是简单报告一下 我们这四个月在美国南卡州 就是很愉快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 我上学也学了大概九个学分很忙 可是成功学完了 那我就只剩下六个学分就要毕业了 请大家翻到沙摩尔记上第十四章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 我们今天开始 而下礼拜才结束 我们今天看一半 下个礼拜看第二半 我也可以这样来感谢神 王牧师在这边带领教会 也是很热心 向你们讲道 我就是在的这几个礼拜 我就会很多讲道 就是给他一个休息的机会 他可以呼吸一下 他很忙准备很多讲的道 准备很多中文的部分 所以我在的时候会多一点来讲道 沙摩尔记上第十四章 我们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要看的是一直到四十六节 我们今天只要看到二十三节 这个第十四章的内容 就是给我们两个个人的一个相对 一个相比 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纳旦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约纳旦很出色 有勇敢的信心来行事 而那个结果就是神 接着他带一个大的胜利 给以色列人 那相反我们看到扫罗 就是他最大的一个特色 是他的鱼桌 我们就在这里看到 这两个人的一个对比 是有故意的一个对比 就是我们在这个第十四章里面 扫罗的鱼桌 特别在二十四节以后 我们看到扫罗说一个 很鱼桌的一个誓言 而因为他所做的这个誓言 以色列国可以得的一个大的胜利 有面小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一个对比 我们就可以明白 这个第十四章内容的目标在哪里 就是看到有这两个人的领导如何 那事实上神拣选扫罗 要政治而带领他的百姓 以色列国 可是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他的领导是软弱的 是鱼桌的 而没有国效的 那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约约旦也是一个领导 他在他父亲的圈下 当作前副长在扫罗的军队里面 他也是太子 就是以色列国 可能下一代要做王的一个君子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约约旦的领导 就是接着他个人的影响力而运行 就是接着他自己的榜样 按着他自己的品德来带领人 而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事实 就是我们可以看在 这个一到二十三节里面 有四次 约约旦给带他兵器的那个姓小娘 一个邀请 就是邀请他要跟随他 跟他一起去来攻击这些菲利士人 你可以看那个第一节 第一节 扫罗的儿子约约旦对拿他兵器的小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那边 到菲利士人的房影那里去 所以他这个说法的意思是 你跟我一起去 我们就到那里去攻击他们 那在第六节 他也说类似的话 约约旦对拿兵器的小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 未受隔离人的房影那里去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那在这里也是一样 邀请这个请小年跟他一起去 你看第八节 约约旦说 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 使他们看见我们 所以这是他也给这个年轻人 拿他兵器的人 就是给他一个挑战 你跟我一起来 而最后第十八节 对不起 第十二节 就是最后的部分 约约旦就对拿兵器的小年人 说你跟随我上去 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约约旦所说出来的一个挑战给那个人 这也是旧约来返生新约里面的另外一个经文 留指头在这里 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第一节 这是保罗对格林多人所说的话 格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 保罗说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 我们看到约约旦的领导 最大的影响力就是他自己的邦恙 而因他的这个领导 那个结果是神赐大的胜利给以色列国 而他们就胜过他们的敌人 可是我们不要错过 这个经文 这个第十四章的主演员 不是约约旦 我们要明白这个主要的一个人 在这个第十四章里面是扫罗 而约约旦被写出来 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 我们就可以比较扫罗的领导 就是是鱼桌的领导 跟约约旦的领导 就是一个金钱有信心的领导 这是怎么不一样 那结果我们就看到 约约旦就当作扫罗的一个陪衬 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 神就是在这个第十三章 十四章十五章里面 神所代表就是为什么扫罗的亡国来失败了 为什么扫罗的政治没有成功 为什么神是排弃而拒绝扫罗不再作网 的一些原因就可以看出来在这些经文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神是因为扫罗的领导不好就排弃他 就要选另外一个人 我们就翻到第十三章 我们在十三章里面看到扫罗没有忍耐 等到撒末尔来 就先献祭给耶和华 就是犯了神的这个规矩 犯了撒末尔的吩咐 他就没有等撒末尔来 他是先献祭给神 那结果撒末尔就责备他 你看那个第十四节 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约南旦的功能 在这个经文里面 是当做一个对比 给我们看到什么是一个好领导 而扫罗的领导什么是失败的 所以这个扫罗就是当面 给我们看到一个反面的教员 我们看到有时候 人是事事执行一个领导的身份 就是他们是为自己的一些知识的目标而做 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强调 第一个就是你要追求一个金钱的品德 就会使你属灵的领导有功效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 这是约南旦的好榜样 在一到二十三节 那在第二方面 他也是给我们一个教导 就是你要很肯定的除掉 有罪的一些愚拙 会败坏你领导的国效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第十四章的全部 可以分为这两个头 就是约南旦的新星和扫罗的雨桌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一部分 就是约南旦的新星 我们就是在一到二十三节看到 神怎么用金钱的领导给他百姓一个大的胜利 我再说一次 就是神用金钱的领导 赐大的胜利给他的百姓 那我们就看一到五节里面 我们先看到第一个事情 就是神百姓中的危机 要求属灵的领导要齐力而动作 那你可以看在那个第一节里面 我们就是要注意到 这个真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危机的时段 就是因为扫罗当王而攻击一些非力士人 那结果他们也是起来来侵入以色列国而攻击以色列国 那我们要明白十三章跟十四章是一个单位 那你可以看到第十三章第一节 这个开始有扫罗政治的一个一个总结 第一节说扫罗登记年四十岁 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开始这个单位 那在十四章四十七到五十二节有一个总结 扫罗智掌以色列的国权 常常攻击他思维的一切求敌 就提到他攻击的人是谁 就在四十九节就提到他的儿女 他的妻子 五十二节说扫罗平生 常与非力士人大大争战 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 都招募了来跟随他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是做扫罗政治的时代的一个总结 那在这个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里面 他给我们看到他政治时段的一个事情发生 而他调选这个事情因为他可以好好代表扫罗政治方式的一些毛病 所以我们就看到两章十三章跟十四章开始 都是提到约纳旦的主动和信心来相对他父亲的被动品格 所以我们看十三章三节 十三章三节也是看到约纳旦的事情 说约纳旦攻击加巴非力士人的防影 非力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脚 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 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力士人的防影 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力士人所憎悟 就跟随扫罗狙击在吉甲 我们看到在这里扫罗的一个毛病 就是约纳旦攻击那个防影 可是扫罗传话说扫罗攻击这个防影 就是他自己因为约纳旦的主动而信心来攻击敌人 我们就看到做一个相对扫罗的一些愚拙 所以这个十三章十四章是当作一个例子 就是可以表出来扫罗全部的政治的一些毛病 他的样式 那在十三章我们已经有看过了 扫罗品德的一些毛病已经有开始出事了 就是因为他不等撒末尔来到就献祭 撒末尔就报告 你的朝代不会存到永远 所以就是神拒绝扫罗的朝代 可是我们在十五章就是下一个地方里面 就是我们知道神拆派扫罗要攻击亚玛利人 那扫罗因为怕百姓 他保留一些动物还生存 这个是反对而反叛神自己给他的一个诫命 那结果神就报告 他是拒绝扫罗的一个政治 所以就是在这个中间的十四章 我们看到扫罗是一直拒绝 不承认他自己的一些罪恶 撒末尔已经直出来 可是他不愿意离弃而修改 所以在第十四章里面 我们看到菲利士人已经侵入以色列国 那扫罗在犹大地 就是在南部的地方 那个菲利士人他们侵入在他的北面 结果以色列国就被分两个部分 就是有北部有南部 北部南部神 就是扫罗在南部里面被卡住了 而没有北部的人能够下来帮助他 在这时候我们看到扫罗在哪里 他就是在石榴树之下 那他应该是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攻击菲利士人 可是我们看到状况很不好 我们看到那个第十三章第十九节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 因为菲利士人说 恐怕希伯来人制造道枪 那我们发现在以色列人都没有一个铁匠 他们都没有任何什么武器 那结果扫罗的军队 只有扫罗跟袁南弹两个人 他们才有正式的一个刀子 那结果以色列人很难 有这个敌军来攻击他们 他们都没有武器 那结果以色列人 他们就开始分散 扫罗的军队开始离开他 原来他有三千的军兵 他们都分散了 只有留下六百个人与扫罗在一起 其他的人都是躲避在血洞里面 或者分散到偏僻的地方 结果扫罗是很苦来 没办法面对攻击他国的敌人 那就是在这个状况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是要求 有一个领导起力而为神的百姓动作 这个情况要求有人要为神的荣耀 来相信神而攻击敌对那个敌人 应该的敌对做这个事情是扫罗 扫罗是王 扫罗是一个军人 扫罗就是有这个机会 可是我们看到他在哪里 就是在那个第十三 第十四章第二节 就说到 扫罗在基比亚的金边 坐在密集论的石榴树下 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那在这个情况里面 是谁起立行事 是约纳丹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 他自己所说而所做的 就表出来 他是一个神能用的一个领导 而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一个领导 而约纳丹自己就决定 他要一个人来攻击非力士人的防疫 所以他就邀请 拿他兵器的这个请小年跟他一起去 那他在做这个决定 他表出来一个物资式的一个勇敢 跟主动为了神的荣耀而神百姓的益处 那在这个事情 我们就看到一个清楚的一个对比 就是约纳丹起立要攻击敌人 而扫罗坐下在石榴树 是很惧怕 还有很沮丧 不愿意来动 那你看看第四节说到 亚拿旦要从埃口过到非力士防疫那里去 这埃口两边各有一个三封 一名剥削 一名西尼 一封向北与弥墨相对 一封向南与迦巴相对 那这个剥削跟西尼是 以色列人给一个地理的石头的一个名号 那在以色列国的那个巴勒斯坦的地理石里面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戏骨在他们的国里面 那有很多的戏 这个小戏是平常是干的 都没有水在里面 只有下雪的时候 他们就有很多的很多的水 都从那个山上为重破而经过这些戏骨里面 那在扫罗 在基比亚北边的一个营 在 非力士人的防疫中间 有大的一个戏骨在中间 那这个是在南边 这个戏骨很窄 很深 有一个山亚 他们就是面对非力士人的防疫 他们就说那个山亚名字是剥削 那在对面有这个山亚 对着扫罗的军营 就是说是西尼的一个名号 那结果这个 在干的时候 人若是要从这边到那边去 他们是要爬下去 就在对面也爬上去 而结果这个当作一个 一个天然的一个隔绝在两影中 那很有趣的 就是 就是 约约旦选择 一个地方 要攻击非力士人 就是在这个 西谷的一个地方 这个很不可能的一个地方来攻击 就是他们在这个高处可以防备 若是有人要到他们那边 他们很容易被胜过 所以就是在 这个我们看到有约约旦自己 他是愿意齐力 用心心来面对这个挑战 而他也是邀请他的这个 带兵器的年轻人跟他一起去 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六节 我们看到第二个不知事 我们看到他起立 为了拯救 第二个我们看到 金钱的领导也是用自己的帮样来带领 我们在这个六到十二节里面 看到约约旦他品德的两个好处 第一个我们就看到 他有信心让他主动行事 我们就是已经有看过在第一节里面 约约旦给他带兵器的人一个挑战 而他为什么要攻击这些敌人 是因为他自己的信心 他自己相信神还能够来拯救以色列国 我们要注意到他信心的根据 那在那个第六节 约约旦对拿兵器的小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离人的房营那里去 那在这里 约约旦称他们为未受割离的人 而这是有意义的一个称呼法 就是用这个说法 割离是神给亚伯拉罕来代表 与他所应许的一些祝福 而且也是在摩西的法律里面 神是给以色列人这个割离 当作与以色列国所立的声约的一个记号 那约约旦是对他拿兵器的人 这样称他们为未受割离的人 这是代表我们是神的选民 神是与我们立一个声约 而他是给我们 他自己要保护我们的大应许 那请你们翻到民书记第32章 对不起 神命记第32章 神命记第32章 我们看二十九节 为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 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若不是他们的盘石卖了他们 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 一人也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也能使万人逃跑呢 原来但是明白 以色列国是神立圣约的百姓 而给他们这些宝贵的应许 他是凭着这些应许 来动他的信心 要起立而行事 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他信心的品质 那在那个第六节 他继续也说到 因为耶和华是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小 他相信最渺小的一个工具 神能用为完成最大的一个胜利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品质 是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一个信心 那我们要明白 常常我们以为 信心是有一个大人 他所带领的一个信心 可是这个信心不是凭着人大或小 信心是凭着神是大 信心是看神而不是看自己 这是第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我们要明白 有时候我们认为 我的信心很小 神不能用我 那这个不是信心大或信心小 这是信心所来靠的一个对象 因为这个信心是在神 就是大事就能成就 耶稣也是在新约说到这个事情 他说你们若有小小 像一个小种子 那么大的信心 还可以把高速一个山 那个山峰移动到海中 那我们看到不是大人 不是大信心 是大神 所以这个是他信心的品质 是依靠在神里面 那我们第三个也可以看到 他信心的效果 在那个第七节 拿兵器的对他说 随你的心里行吧 你可以上去 我必跟随你 与你同心 约纳旦的信心是传染性的 因他自己的信心 他拿兵器的那个人 也是来相信而跟随他的领导 那在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分辨两种的带领 两种的领导 一种领导 我们可以说是功能的领导 功能的领导是 人接着自己的帮样 来带领别人行事 这是凭着人的品质 他们的品德 就可以来鼓励别人来跟随 可是第二种的领导 是职位性的一个领导 就是人因为依靠他们的这个位子 他们就可以吩咐用权柄 来吩咐别人应该怎么样来做 那我们看到扫罗 他有这种职位的一个领导 可是他的领导是没有效果 是约纳旦 他没有王位 可是他有接着他自己的帮样 表出来信心而吸引别人 来跟随他的一个领导 所以我们第一个 就是看到约纳旦的好处是 他有一个因信心就主动的一个品质 那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虔诚的领导有知会 第八节 约纳旦说 我们要过到那些人哪里去 使他们看见我们 约纳旦的信心不是一种 积极的旺风 我们可能都有听过了有一些领导 他们是非常积极的一些旺风的一些表现 而要人来跟随他们的这种的方式 可是我们看到 真实的信心的相对是有真实的一个智慧 那我们在这个第八到第十二节看到 约纳旦的智慧是怎么样的智慧 第一个 他发展一个谋略 他发展一个谋略 你看到他对拿兵器的人说 我们过到他们那边去 那结果这个意思是 约纳旦对拿兵器的人说 好 我们就是到这个西谷 我们就是要一直国到他们的那边去攻击他们 这个谋略要求信心 因为他所面对的目标是人不能做的一个事情 很不可能 就是这两位攻击权营 就是在要爬上一个山压的一个地方才可以攻击 这是人不能做的 可是这是他自己所计划的一个谋略 而且他们闲路自己给敌人看 这个就是给敌人机会用大人数的能力来攻击他们 从人类的观点 这个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一个计划 可是我们可以明白他的知会就在这里 他把他的计划提交给神 我们注意到第九节 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 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我们就站住 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 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 约约纳旦起了一个谋略 而这个是很不可能的一个计划 可是我们看到他是把他的这个计划 先提交给神机会 可以反对可以停止可以改变他所立的这个计划 他的信心是尊敬神 可是我们也看到他的谦卑也是尊敬神 他没有试验神而自己跑到很不可能的一个地方 他先是给神一个机会可以改变他的计划 所以这个记号当作一个客观的凭据 证明神是否喜欢或弃绝他的这个计划 所以这也是他的智慧 就是他提交他的谋略给神 我们看第三个就是在十一节 他也表出来他的智慧在勇敢执行他的计划 有时候我们很聪明可以做一个谋略 可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形式的时候 我们就会因为害怕 我们就停掉不做 可是这个约纳旦很勇敢就完成这个计划 所以在十一十二节 我们看到二人就使费力士人的房秉 看见费力士人说 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 房秉对约纳旦和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们上到这里来 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 所以这些费力士人看到有两位希伯来人出来 他们就有一点计笑他们 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希伯来人出来 他们怎么可能可以做什么 他们就说你们上到这里来 我们就教你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的意思是说 你若敢上来 我们就把你们杀掉了 可是约纳旦自己听到这句话 他就知道这是神的记号 神是已经把这些人交在他的手中 他就勇敢爬上而完成他的这个计划 你要注意到约纳旦说的一句话 他说在那个第十二节 对不起说约纳旦就对拿兵器的人说 你跟随我上去 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 以色列人手里了 要注意到他没有说 神把这些敌人交在我的手中 没有他所行的事是为神的百姓所行的 他就知道因为这个记号 神是把这些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有一些人会怀疑 原来但立这种的一个记号 是应该不应该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就提醒我们 有在诗世纪里面 激淀所行的类似的一个事情 你记得激淀 神吩咐激淀要去攻击敌人 他有一点惧怕 他信心很小 他就求神给他一个记号 不只是一次 是两个相反的记号 第一个页是一个样子 第二个页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有一些人说 这个都是不好 因为这是试验神 可是我们要明白在这里 这个不是原来但试验神 这是相反 这是因为原来但的谦卑 他要确定他的计划是神的旨意 而不只是他自己的意志而已 那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知道 有时候基督徒立这种的一些记号 是应该的 这个就可以保护我们 不要夹着我们自己的旨意而行事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可以说一个平衡的一个状况 我们需要保持 第一个我们要一向很大 可是在第二方面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计划放在松的一个手里面 让神可以改变我们的计划 这是原来但所信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是原来但的一个信心 我们可以考虑到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就看到刘芝头在这里 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 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 神吩咐以赛亚要到亚哈斯王那里去 他也是应许说到这个北部的以色列国跟叙利亚国要来攻击你 可是他们不会成功 你可以看第十节 耶和华又小遇亚哈斯说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教头 或求闲在深处或求闲在高处 亚哈斯说 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那这个听起来是很谦卑的一个话 可是事实上 他是没有信心的一个心 神自己欢迎他可以请求一个教头 而他因为不信不肯求 有时候一个基督徒有大的意向 就是要为神行大的事情 我们就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可以有一项很大 可是要松手 为我们自己的计划 给他机会改变我们的计划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们就看到 约乃丹自己的一个 邦样当作一个好领导 那我们就可以看第三个 神尊敬今前的领导 为他们行大事 我们看那个第十三节 我们读十三到十五节 十三到十五节 那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约乃丹和那兵器的人 起头所杀的也有二十人 都在一目的的伴离狗之内 好 述节 于是在营中 在田野 在众民内都有占尽 房兵和列兵也都占尽 地也震动 占尽之事甚大 我们看到神是祝福 约乃丹的这个 因信心的创业 就是约乃丹攻击敌人的方法 是一个不可能的方式 可是因为这个原因 敌人也可能不期待 不防备 他会这样来做 很有趣的说到 约乃丹是爬上那个山崖 你看那个第十三节说的 约乃丹爬上去 这个原文里面就是代表 他是用手跟脚 两样才可以爬上 你若需要攻击敌人 没有手可以拿兵器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样子 可是我们看到 约乃丹很用信心来爬上这个山崖 而攻击敌人 而他们也是不防备 不期待 突然间发现有这个军兵 在他们当中打了他们 他们就很战尽 害怕而挑跑了 结果就是说到 他们初步开始攻击敌人的时候 已经有杀了二十个军兵 而因为约乃丹 他们没有防备 不期待的一个攻击之后 又警惶恐惧 发展在敌人的军队里面 那这个警惶 第一方面就是天然 因原来但没期待的一个攻击的一个结果 可是我们也可以了解 这也是一个超自然 神放在敌人心里面的一个警惶 我们看到 这个不只是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神也是震动 就是由一个地震来震动地 而是加强这些敌人的警惶 而让他们感觉 他们没办法可以面对这个攻击 那结果他们就开始逃跑 要往着他们的一个国家的那个方向 而逃跑在路中 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 约乃丹勇敢的一个信心创业 是被神祝福了 而他的这个成功是一个记号 证明神喜悦 而尊敬他的信心 神是尊敬约乃丹的信心 而用为完成他的好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益处 就是神所完成的一个好事 就是给他们一个成功 给他们一个得胜 可是我们看从十六节到第二十节 第二个益处 因约乃丹的这个领导 神使他的百姓联合而同工 使神全部的以色列军队联合而同工 看十六节说的 我们一起读十六节到二十节 在边亚民的基比亚 扫罗的守望兵 看见费力士的军众兵 思维乱者 扫罗就对跟随他的名说 你们查点查点 看从我们这里出来是谁 他们一查点就知道 约乃丹和那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 那时神的约归在以色列人那里 扫罗对亚西亚说 你将神的约归来来 扫罗在与基斯说话的时候 费力士中的喧嚷越发大了 扫罗就对基斯说 停手吧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 来到战场 看到费力士人用刀互相击下 大大猛乱 好到这里 我们看到 因约乃丹的这个攻击 那个结果就是 吸引扫罗的军队 也进入这个战场 而这个战事 那个最主要的经文是 那个第二十节 你可以看到 就是扫罗 就是跟随他的人都聚集 来到战场 这个就告诉我们 因为约乃丹的这个领导 全军队都联合同工其力 而一起战争 这是一个好结果 而这个我们也可以对比以前 扫罗的领导是怎么样 扫罗的领导 都有消极的一个功能 而都没有投资 他们所得的这个胜利 连一点也都帮助了 我们要注意到这里 扫罗的三个不是 我们看十六节就提到 扫罗失去了 一个情况的意识 他失去了一个情况的意识 就是在敌人的军中 有大的一个喧嚷 他的一个看守的人来报告 他就知道 有一个事情开始发生 这个到底是什么事 结果他就吩咐要查点查点 那我们看到 不知是扫罗不明白 敌人中是什么事 他也不明白 他自己军队中的事 是怎么样 那若是他有这种的一个 情况的意识 他就会很清楚明白 他可能会拆派一些 探险人 要知道敌方的一些 所行的事 他会明白在他自己 军兵的当中会 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发生 他自己是没有这种的一个 的一个准备 他是没有清醒的意识 我们可以看第十八节 那时神的约归在以色列人那里 扫罗对亚西亚说 你将神的约归运了来 我们看在这里 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扫罗要向神求 这是扫罗他自己没有主动来寻求神的带领 寻求神的帮助 那我们看到他不只是没有清醒 那个情况的意识 他也没有属灵的意识 他不明白神要他行的是怎么样的 所以就是最后他才开始扮心的来要求神 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 就是在面对这个情况 我们都不懂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求神不助而帮助我们 告诉我们怎么做 若是他早日已经清楚探险 清楚明白他的情况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若是先向神求告帮助而受到神的带领 他不会落到这么状况 扫罗不是一个属灵的领导 他完全忽略了他与神的关系 我们就看到常常在这个撒末尔记里面表出来 扫罗所关心的是要人看他为敬虔 他是关心人要认他是神所立的 就是他没有亲自重新来追求神和他的旨意 那在十九节我们看到他的第三个状况 第三个事情 在十九节说的 扫罗正与基督说话的时候 非力士人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 扫罗就对基督说 停手吧 所以他就是先说 我们要求神要知道什么事情 那因为这个事情的势力越来越大 他受到一个感动 我们需要赶快行事 他就说停手吧 那他到底认为 我们不需要听神的话 还可以自己决定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行 所以他不只是不明白情况 不只是不明白神 他也是不明白他自己 他不了解他自己很需要神 很需要神的带领 神 是我们常常的一个样子吗 我们就是有好的意见 说我需要到神面前读经祷告 可是我们可能睡得多一点 玩得一点来起床 我们就打开圣经 要读圣经 我们读一个经节 突然间小孩子开始说话 现在有一个电话进来 现在有事情开始发生 我们就说他现在没有时间 我知道我需要做什么 我就去做了 我们就像扫罗一样 我们不明白我们的情形 我们不明白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如何 而我们不明白 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真的用 约纳旦给以色列人大的一个胜利 可是 这个不是因为扫罗的原因 我们就最后看到神 也是用好领导 精简的领导来拯救 他的百姓脱离敌人的手 所以记二十节 我们读二十到二十三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举举 来到战场 看见非礼士人用刀互相记下 大大慌乱 从前有四方来跟随 非礼士军的希伯来人 现在也转过来帮助 跟随扫罗和约纳旦的以色列人了 那藏在伊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 听说非礼士人逃跑 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 一直战到伯亚文 以色列的军队进入战场的时候 神就使敌人彼此互相击杀 而且有很多以前 转到非礼士军的一些希伯来人 他们就回来来支持希伯来人 攻击非礼士人 有很多的以前 藏多在洞穴里面的 以色列人就出来 而一起来攻击他们的敌人 而追随他们一直到伯亚文 那那个结果就是 神拯救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的神 神所用的工具就是约纳旦 他是有信心 有智慧的好领导 神用到他 为给他百姓一个大的胜利 这个就提醒我们 神用的是金钱的领导 可是只有神才可以给胜利 那个结果是神自己得称赞 得荣耀 而不是一个人 一个金钱的领导 是测出来神的计划 神的目标 就带领别人完成 这些计划和目标 那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领导的机会 那你不可能是像扫罗 有一个领导的职位 可是我们可以像约纳旦一样 可以有一个功能的领导 接着我们的信心 接着我们的品德 接着我们的榜样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环境 我们可以为神起立 而被神所用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 我想的是哪一个 愿而淡 或扫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天父神 我们感谢你 在你的话语里面 给我们这些故事 都是有显出来 你属灵的原则 给你的百姓 可以明白 你为我们的职意如何 我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了解 你给我们领导的机会 你可以接着 改变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变成 你能用的一个器皿 我们动信心 用智慧 为你主动起立 就可以完成大事 我求你 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周中的时间 在他们的家庭 在他们工作的环境 在他们学校里面 都有机会 可以接着 一个金钱的一个品德 做一个好邦恙 可以带领人 为你成就大事 我求你 用我们教会 我们也求你 帮我们更深来 明白 扫罗的失败 因为在我们心里面 也有很多的 愚拙罪恶 我们骄傲 软弱 很需要有神改变 我们的真仰 我求你 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 可以谦卑 向你 来承认 我们的罪 接着圣灵的感动 也可以改变 是奉卡 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好 好